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没上了观察 先来请教方圣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各位 盘式的发展你有拿捏到吗 你有把握住低买高卖的一个什么 一个时机点吗 各位 基本上一般人是不可能的啦 为什么 因为这种大盘不仅专业 而且还很刁砖 各位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回想过去 如果刚刚卖在这个高点多好 各位 如果明天还有更高的话 你会后悔你刚刚卖掉啦 同样的啊 很多人一天到晚在做当冲 我从来没看过当冲致富的 市场上有谁当冲致富啊 以前有在做一些什么期货天王 选择权天王 或者权政天王 有致富吗 各位 全部都是昙花一见 所以我希望各位行情这么好做 这是一个大股时代 你不要再投机化了好不好 你跟在蔡老师旁边一步一脚印的 把你的资产扩大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今天是一个非常所谓的一个圣洁的日子 因为世上最美丽的两个字 就是爸爸跟妈妈这两个字 而今天正好是8月8号也就是父亲节 在这边祝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也祝福蔡老师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我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有去我这个小孩子的一个国小 我看到这些小朋友写给母亲的母亲卡 其实我要看的是 有没有写给父亲的 那就是单亲家庭 父代母子 六个学年里面 六个年纪真的有一张 是画他父亲的背影 画他父亲 所以同样的 父亲节也有可能是母代父子 你们是最伟大的 同样祝你们父亲节母亲节都快乐 来回到大盘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一个家人平安健康 好吧 蔡老师说过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不会有 例外 各位例外都是在鬼扯 鬼扯就是乍听一下很有道理 其实后面你想一想 你觉得那都是胡说八道 就如同技术面一样 一天到晚再解过去是 你未来的事你解给我看 不知道 那每天讲过去是 当然那边就是低点 那边就高点 谁不知道 各位 所以蔡老师对于那些技术面 都嗤之以鼻 一天到晚不晓得在讲什么东西 各位对不对 你来看看 影响台湾股市的一个大盘 不就是几档 美国股市的关键股吗 各位是不是 苹果 苹概股 还在跌 各位是不是 是不是 是吧 然后呢 特斯拉昨天换财务长 原先跌了4% 结果收链 所以车用还没死 那苹果也没涨 那车用还在收链当中 那谁能够当你的服务 在骨海里面的服务 救星 谁能救你 AI 不会有第二个 难道是军工吗 难道是探权吗 各位这好好笑 市场上还有人特别的一个想要引导资金过去 莫名其妙 老狐狸始终会露出尾巴 真的是太难看了 NVIDIA 各位 今天早上收盘 晚上8月8号 超级电脑 它没有走落 各位它还比AMD强 市场有人把NVIDIA的一个股价喊到1000块美元 我当然不予置评 但是方向确定就好 对于那一些虚无缥缈的事 尊重 但是我们就维持我们的原则前进 最弱的AI股就AMD 一样连续三天拉红K 这不好吗 把之前利多出尽的长黑一半把它吃掉 还是转强 所以看今天晚上NVIDIA的好戏 所以我这边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讲AI的坏话 AI已经介入到你我的生活了 你知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歌 这一些电脑系统 包括手机都会帮你整理 变成你喜爱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什么 一个歌星 一些年代什么 全部都给你 让你听不完 有没有 AI已经无所不在了 台湾拥有AI完整的供应链 这一波为什么打下来 如果是为了迎接月中跟月底前 国际大资金的进来的话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AI要整理了 你说蔡老师 你一定有什么样的消息 后面等着看 好不好 台湾拥有AI完整的供应链 全世界没有一个比台湾 这么的幸运 所以不要去怪说 那伪创涨五倍是不是涨多了 你涨两倍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涨多了 涨一倍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涨多了 涨五倍的时候涨多了 那未来涨十倍的话 你又后悔 当初在那边讲涨多了 是不是 台股台湾的未来 是不是就是地球的未来 这绝对的 是不是 所以各位 蔡老师为什么跟你讲 好几个月的大股时代 后面一大票的同业 都跟着走 而且都讲大股翔平 我问各位 大股翔平跟大股时代 有什么关系 完全是在那边乱讲一堆 大股时代 就是大股股票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伪创 上礼拜一 不就是跟今天的大盘差不多吗 但是今天伪创 学聪明了 修正完毕了 你看伪创上礼拜一 要打到跌停 为什么 因为市场意图要换到探权 因为上礼拜五探权交易所成立 这很贼的 是不是 那当然 伪创他关紧币出来 也没有 把筹码做一番整理 所以趁这个时候杀盘 没关系 你说老师 可是这样杀盘 这样杀 跌了三十几% 人家赚了五倍 三十几%算什么 我讲的当然就是业内就是大股东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盘式 都是业内大股东在主导 不是你想象中的外资投信 自营商之前ETF还会跟买 上礼拜ETF是减少了四百多亿 你有没有看新闻 所以我就跟你讲政府在做空 各位是不是 虽然上礼拜他连续八大关股买了五天 但是他在做空 因为他都不买ETF 他是玩假的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这上礼拜一 三二三一的一个伪创 是不是开始往下修正 礼拜二又几乎打到跌停 礼拜二有尝试收敛 对不对 因为跌破月线想要做反弹 礼拜三失败 是不是 昨天买进了他怕什么 昨天一样是买了三四万张 他有什么好怕的 你说今天跌停 他又不是在做当冲 也不是在跟你做隔日冲 一天到晚都把当冲当成是依据 各位有意义吗 当冲的人真的赔死 不然政策单位来统计一下 看你还敢不敢说当冲减税 害死投资人 各位你知不知道当冲 你看所有的社会事件 是不是都是当冲没钱 都要去装钱 不然是无本生意 怎么可以鼓励投资人 做这种无本生意呢 各位我讲的对不对 不然你叫政策单位 尽管会做一下当冲 怎么赚钱来交代一下 他敢吗 3231的一个伪创 上礼拜三又打到跌停 有没有 来开始违约交割出现了 是不是 这是讯号 你说老师你怎么立项解读 我如果我是大户 我听蔡老师的话 在28块9就进尾创 这一波赚了468%赚了5% 赚了5倍 500%468% 我现在看到这样 大棚我哪差 下面好几十万张 好几百万张 来筹码 这就棒了 这怕死人 违约交割是不是不好 对不对 偷鸡的都被抓出来 没本钱做生意就这样 各位是不是 哪有无风不挤浪的海 都也是有风有浪 才有大雨 这就是风险跟报酬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还看看上礼拜五 伪创又打到最低 然后拉上来 是不是 这8月4号 然后开始 我每天都跟你讲 这个白沙屯天上圣母 粉红操跑 甩轿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甩轿 礼拜六 报了 伪创上半年三绿三生 AI产能明年到位 有的人觉得 这可能不够好 所以你怎么想 那不重要 大盘不会因为 你讲不好 它就不涨 也不会因为 你讲好 它就要涨给你赚 是不是 是 昨天 伪创四星 台光电都下来家 有没有看到 大盘原先是涨98点而已 技术派的都说假反弹 然后一路的涨到了188点 多涨100点 昨天伪创拉涨停 对不对 125 是不是 125 转折有一点像样 对不对 大盘都跌破季线了 伪创才跌破月线 是不是强 好来注意 外资昨天是卖超台股31亿 投信买31亿 那他卖超台股买进的是什么 竟然买伪创 你觉得外资如果看技术面 他敢买伪创吗 所以你还把技术面当个宝 赔死你 今天8月8号伪创再拉到134.5 各位是不是 来 从我跟你讲28块9都在这里 是不是 28块9 这一波161.5不用赚 这个2.6元的一个席权 天息了 总共468% 对不对 这一波下杀32% 目前反弹两天了 来月线137 今天高点134.5 所以明天过就好了 各位是不是 有没有 领头羊就是伪创 其他你不用跟我争 蔡老师都一档一档的 来给你做交代 各位有没有 伪创是不是28块9 你的老师是不是讲的模拟两可 你的老师有蔡老师一样吗 在那边公开跟你讲 伪创3231 28块9吗 我问各位 没有他在讲什么AI 他在讲什么大股时代 各位对不对 有没有伪创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 好来似新 3661的一个似新KY 上礼拜五 1855 总共从创意利空之后 似新也跟着跌跌了14% 我怎么讲的 我说因为后面又有7月营收 又有半年报 似新KY的半年报一定是好的 你自己看就知道 4月5月6月 对不对 是不是 6月份 虽然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是也只有月减4%而已 但是他跟去年同期比 你看都大涨185% 178 147% 半年报1.2 然后7月营收呢 老师7月营收有可能大幅滑落吗 不可能 旺季效应搭配什么 搭配他今年整体营收要8亿美元 所以搞不好7月营收会再创新高 我上礼拜五这样跟你讲 你也许不相信 为什么 散户总是这样 我讲在前面 你都不当一回事 我把伪创讲的时候是28块9 今天伪创来到161.5 创历史新高 涨了5倍 你相信吗 我每天都证明给你看 四星KY也一样 礼拜五这样跟你讲 礼拜一涨停板 我接手的时候10点25分还没涨停1960 对不对 我跟佑达盘中连线 尾盘拉涨停 来 是不是又证明给你看 3661四星KY 昨天站上了月线比伪创还强 外资有没有买 外资卖超台股 买四星 是不是 好来今天 今天的四星KY2175 来 各位 不到140块又再创历史新高 注意看 你看 高价股 我就是能够挑到四星让你去赚 同样的创历 就太子党被废了 你有看到没有 打入什么 中人府 讲出来 那变成什么王朝也不好 好像是中人府 对不对 三四四三创历 有没有 上上礼拜五 法售会不好 变成法会 所以政府也气死了 叫他要解释 我也气死了 对不对 好好的一锅粥 让一大堆的那一些 当充客 或者一些短线客 赔死了 也是创意事件 所以创意上礼拜一就跌停板了 各位对不对 我是不是就简单四个字讲太子被废 为什么太子 他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是不是 还没完 他一直到今天还在破底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讲的特别详细 你好好的去沉浸 蔡老师这个产业选股 纪律超盘的一个方式 你不管你以前怎样 你未来真的会赚不完 各位你看创意今天有利多 是不是对吗 那七月营收年征 有意义吗 破底 是不是 创意 是不是破底 月线在这里 季线在这里 最弱 这是创意 我跟你讲的事情 不要再跟创意缠在一起了 逆市长近期新高 即将挑战历史新高 这不是专业 什么是专业 来看看台积电今天也有利多 台积电付德国设厂 要3400亿 就100亿欧元 然后德国政府很棒 他要帮台积电出五成 比美国政府好太多了 讲历史你可能不清楚 当初 我们中国在建议的时候 其实是德国的军人 来帮我们训练部队的 所以德国还真的蛮有道义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 当然那是历史 我这是股票 有空再来开一门 讲历史的电视节目 2330的一个台积电 来各位 月线在这里 年线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近期新低 是不是 所以得出结论 你要不要产业选股正面迎战 这是你赚钱的一个唯一路线 各位不会有改变的 各位蔡老师今天准备太多东西 我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赶快与知识同行 好不好 你如果比我行 蔡老师向你请益 如果我比你行 希望你跟在我旁边 好不好 每天早中晚都有忙不还的事 但是帮你赚到钱我非常开心 就像今天一样 该买的股票 我们都能够准时的赶快来做买进 所以还没加入蔡老师品封大中华的 欢迎你赶快加入 好不好 一定要坚持走在正确的方向道路上 战胜恐惧的秘诀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今天刚好是父亲节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赛老师释出最大的诚意 已经快要倒数计时了 好好把握 赶快跟上来 跟上来跟上来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盐信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时间不够用 我们来赶一下进度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做股票 一定要做天选之谷肇事者 好不好 还没加入蔡老师生活圈的 赶快加入 让我来保护你 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 做股票就是要产业选股 搭配纪律超盘 才能够有资格讲正面迎战 你看看台光电 各位 这一波的台光电 从我跟你讲完263 一直到今天还在创历史新高 各位这上礼拜三 这上礼拜四 昨天台光电拉涨停 各位对不对 今天台光电 这昨天台光电 440 今天台光电449.5 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 2383 有没有 263到今天是71% 263几家 台光电 我当天讲台光电的时候 台光电还大涨15.5 但是交卷就交卷 我不会拿下来 土改 各位你知道吗 我还是希望台光电涨不停 让你赚钱 蔡老师的证据都在这里 对不对 是不是 2383台光电 是不是台光电台药 腾辉跟联帽 好来 各位注意 台药也一样 台药在上礼拜 二 对不对 是不是 上礼拜五 110最低 昨天也拉到涨停板 130.5 台药 昨天拉涨停 然后呢 今天来到133.5 又是近期新高 距离近期新高 144.5 11块就突破了 月线在这里 纪线在这里 当时讲549 有没有 是不是 证据都在这里 是不是 有没有 是不是 台药 所以我这边跟各位说 把人为什么会调长 基本上 这些都是热门的题材 这些就是我跟你讲的主流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来看看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什么 这个技嘉 你来看看 今天的技嘉 月线在这里 波段涨幅已经快三倍了 各位技嘉 是不是 蔡老师讲技嘉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历历在目 包括银帮 今天盘中也一度涨停 智新一样是创 波段新高 所以各位 要怎么样学习大股想评 就是把自己改造成大股想拼 剩下来交给蔡老师 帮你圆梦就好 所以智者共振 希望有这个机会 我能够跟你联手 一起征服骨海 让自己每一天都是一辈子最好的日子 这样好不好 所以今天恰逢正好是8月8号父亲节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在蔡老师释出最大的诚意 希望你不要错失掉了 赶快跟蔡老师在一起征服骨海 所以2023年接下来的日子 如何战胜恐惧 就是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准没错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家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投资人引导独立判断 审生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